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又再參與我們今日小政府的節目 我們小政府就是倡議政府 就不要管那麼多事情 管的時候就要聰明些 洗錢就洗得精明些 我是107動力的趙紮人 何文傑 今天我們又請到很榮幸的嘉賓 一個營養學家John 黃榮進先生 經常大家會在都市行程 在很多健康節目 看到John和我們分享很多食物的心得 不過就不是煮食 是怎樣吃得健康 今天就不是請John來講食 不只是講食 希望透過John作為一個營養師 一個營養學家 就和我們分享一下 對自願醫保計劃和營養師 在香港醫療系統的角色 以至其實有甚麼可以改善 令到我們香港市民的健康 其實是否好像政府那樣說 透過一個自願醫保 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最近政府也有些宣傳告白 拿著白傘 問你意見 就說香港特區政府撥了500億 成立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將會成為總子基金 去倡議一個新的制度 就是叫自願醫保計劃 幾年前這個自願醫保計劃 曾經叫做強醫金 我們107動力當年就是 反對強醫金最強烈的一個團體之一 在旺角拉一條大盤 希望反對強制性的醫療保險 今時今日政府也要聽民意 不強制每人都要買 就是選擇自願性 不過自願醫保計劃的方案 有甚麼根本的問題呢 今天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阿John作為營養師作為側面的探討 是 因為整個自願醫保的概念背後 可以說是一個叫做 治療性的概念 即是說市民的健康 就是在你儲了幾十年錢 你接著就去 有病了 你要看醫生了 你就拿回那筆保險金去看醫生 而說的醫生 亦都在看西醫 亦都很多其他可以醫療的一些系統 沒有納入現時醫療保險的概念 包括中醫 治療療法 甚至乎營養師 其實是一個西方來的學說 一個學問學科 都並不包括 究竟一個人的健康 是否應該預防性治療呢 當一個政府在倡議我們 其實每個月用一成兩成的錢 去儲 到你有病的時候才來看醫生 或者開刀 那是否一個正確的策略呢 還是我們鼓勵市民 從很年輕開始 就已經去掌握多些健康知識 在早的時候去改善我們生活習慣 這方面John有甚麼跟我們分享 當然因為醫療保障 每個國家都是需要的 可以這樣說 一定要有的 但要看回當地市民 究竟對於醫療保障 對於這件事的理解性 究竟成熟程度去到哪裏 作為營養學家或營養師 當然某程度上贊成 為甚麼呢 因為至少我們市民 譬如真的有病痛的時候 有一個費用可以承擔到 因為很難說 可能病起上來的話 真是說的洗肺 醫療開支 是你和我都估計不到的 可能說的是 傾卡當產也可能會 當然某程度上 亦都反過來說 從我們角度來說 我又覺得 有些市民的心態 就會覺得 我有醫療保障 我飲食或健康的注重程度 會否有機會變差 的確因為我們接觸市民比較多 有些市民都會說 有時明明知道有這樣的不好處 例如吃肥豬肉吃得多 吃得多會怎樣 膽固醇的高血壓 但他知道 但他可能會有 我吃一粒藥 都吃一粒藥可以抵償 沒甚麼問題 即使他有問題 他可能預計到有這樣的情況 他會覺得 我賣了保險有保障 以後有甚麼問題 我起碼有錢去醫 但他們忽略了一個過程 在醫治的過程中 自己都會造成一些傷害 例如做手術 其實可能對於他自己的身體 或者對於他的事業 對於他的家庭都有傷害性 這些 在這裏其實心態未成熟 很明顯就是 我起碼有錢去解決心態 某程度上 我覺得如果可以在病之前做一些功夫 例如在營養方面 我這樣說 很多疾病 可能八成以上都是和飲食掛惡 例如糖尿、膽固醇的高血壓 或者近期很多報道一些明星 可能司機都因爲工作關係 或飲食失調 都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這些實質上是可以避免到的 但當然如果一個人 他的心態會覺得 政府都包底了 我又當作存錢 可以放銀行 定時又可以 即是說到某個時間可以拿出來 他的心態當然在他平時飲食當中 有機會有部分人會鬆懈很多 即是John點出了一個關鍵 即是如果政府真的搞得 醫保越好 越補貼得多 可能給世文一個小事物的心態 不要緊要 我有個醫保在 有什麼事 大飲大食 繼續啤酒汽水 薯片妥樂 這樣灌下去 然後 然後可能十年八年後 你出事 那就 先去找個醫保 但實際 其實可能 如果你早些 將你的資源 放進一些 可能營養的學習 又或者 有營養師 帶著你 教你一些飲食的習慣 可能是真的可以 將你原本 可能十年有的 疾病的問題 延伸更長 政府也不需要 那麼多負擔 沒錯 很有趣 政府經常說 醫保障關於我們 醫療系統爆煲 很多老人家 很多糖尿病人 十個人一個 如果你想減少 病人壓力 其實應該用來源著手 即是 應該放在這裡 減少疾病的產生 而其中減少疾病產生的方法 營養師可能是一個人認識 我們今天邀請John來 John又跟你說 營養師 是否真的可以 在源頭上 你們的工作 是怎樣可以令到 市民可以 來疾病距離遠一點 當然 我們也很清楚 其實很多疾病的來源 都是來自飲食 通常現在在現今社會 你看回中國近十年 你見到他們很多 小朋友 我最近乘地鐵 有個虎肥的肥仔 入到升降機 他一說話 原來是說過語 你見到 中國其實他父業背後 其實要付出很多東西 當中經濟發達 就是你會吃得比較豐足 你見到很多街內的肥仔 其實香港的情況當然嚴重 但去到國內都已經很厲害 其實去到成年的健康問題 就會多 我們先從飲食方面 我們會評估他平時食物的食物 食物量、種類等等 亦幫他量度很多參數 量度高磅重體的體脂 以及他的生長曲線等等 跟他的實際的年齡 年齡會不會有不同呢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參數 例如幫他驗血 再分析他血裏面的不同成分 會不會是超標等等 其實當然 在醫生角度來說 他會覺得 你沒有超標 那就沒有問題 但我個人覺得 我們會從很多數字 和飲食集計上 預計到 將來會不會有大風險 某些問題 你見到他尿酸 可能都在車邊 醫生角度當然覺得 可以 但我們會看到 飲食拼在一起 這樣可能半年後 應該會有痛風的問題 當然有醫療保障 當然不用害怕 至少不用自己 吐了錢出來 但問題是 你痛是自己痛的 身體是自己的 不舒服是自己的 影響家人等等 這也是一個問題的癥結 John在香港 也執業了接近十年 在你的經驗看到 很多香港人的都市病 剛才提到血壓 血脂 血糖等等 會引爆很多心臟病 中風 但其實 在營養師的角度 其實透過一些 叫做 營養知識的 灌輸 其實是可以避免 甚至有些病 雖然不能根治 但是否可以有多有效呢 可以控制 西醫當然是 大家會覺得 立即有甚麼事開刀 有甚麼事 立即可以有藥治療 營養學的概念是怎樣的 很多市民都會誤解 要明白到 醫生學習內容 都不涉及到 很多營養層面的東西 很多時間 醫生未必完全很緊貼 可以跟進到你的情況 在我們層面上 其實就會比較針對性去看 例如說糖尿病 我們很多時間 在血糖測試過程中 看到很多朋友 有些糖尿前期的偏差 可能由於肌臨問題 退化症問題等等 它是比正常 稍為超標 一類的話 你不理它的話 當然你繼續吃得差 可能做運動 體重增加 令到血糖更加不穩定 分分鐘進入了 所謂的糖尿病問題 但我們也看到很多 這一類其實 未必是因為遺傳關係 其實透過飲食食物的 份量攝取 熱量計算 包括生活習慣 和運動方面 其實是可以控制到的 避免了之後的藥物的治療 醫療的開支等等 其實正正就是 我們政府想做的事 但問題是 你現在變了 這方面你不灌輸的規定 給市民的話 出現問題是 他們覺得前面的不重要 有保障 不會趕線 其實最終負擔 變成政府 政府現在有少少 推到市民身上 你們要負責 其實最終都是 你自己的負擔 或者失陪的 其實最終 這條數是市民 也不出奇 其實就好像 我們家裡 不要被賊進來 政府就是叫你 買個家區保險 一人跑來爆隔 你便可以營 但你又不經常不鎖門 其實營養師就是 教你鎖門 教你怎樣可以關窗 落閘 現在醫保的問題就是 經常說是香港很大的問題 甚至是特首曾蔭權落任之前 希望可以推動到的一件事 但我們看到幾個主事的官員 都是西醫出生 周一岳西醫 梁卓偉 都是西醫的教授 其實整個醫保的概念 其實背後 都可以說是一個西醫主導的思維 無論再細節一點去講究竟是公營還是私營 究竟如何去處理 這些已經是效果 這個西醫主導的一個模式 是否其實將一些可以幫我們家居防盜的 一些資源和一些知識沒有有效運用 我們在講500億的投放 但譬如本地的營養師 政府的重視可能很不足夠 或者最少在現在醫保的計劃裏面 我們看不到如何將角色可以再進一步提升 這些不足其實是否我們更加要考慮 在我們決定這500億怎樣用之前 是要討論得清楚呢 下一節回來我們請John繼續跟我們講一下 營養師的註冊制度 在香港面對這些問題的現況是怎樣 今天小政府有我何文傑和營養學家王榮俊 John和我們剛才分享了 在自願醫保計劃的方案裡 如何看到西醫主導的一個保險概念 其實是秉除了一些可以預早預防疾病發生的 一些健康知識的把關者 譬如營養學家或營養師 幫我們改善市民的健康 政府不重視營養學家或營養師 有多不重視呢 可不可以講解現況是怎樣 當然了 如果你看到 你也很有趣的 食物安全中心 其實打關最濃厚的幾個都是醫生 但他們是沒有甚麼特別 即是學過營養學或食物的知識 你見到在社會層面上 當然了 社會上的營養學家或營養師的地位 比起過往的十年百年 的確是高了 從前其實很多時間 主力你會見到和減肥和簽體掛勾 一想起我們便想起要減肥 所以很恐怖 人們便會覺得 沒有蛋好吃 即是煞菜煞菜 不知道Raymond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蛋好吃的 很餓的 如果進入醫院住過 便更加覺得 即是出來後 即是馬上去打火鍋 腳扒 當然這幾年 其實社會對於營養 或健康的意識強了 是我們社會地位 比較重視了 當然我們不能夠 與中醫或西醫並齊 但因為我們也明白到 這是一個大家相互相成 互相配合的一個角色 譬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政府說是自願醫保 幾十年後的醫保 我們不知如何改變 今時今日的醫療保險 可以去營養西醫 有些部分可以去營養中醫 譬如我想接受營養學家的服務 有加入私人執業 可不可以營養保險 現在不可以 當然因為適合醫療制度 或是涵蓋面 或是政府認可性等等 在外國的情況又如何 例如先進的澳洲 英國 我聽過便宜學家 其實可以是藍蓋成的系統 是 因為外國其實 會比較清晰地在工作範疇裏面 或是說它的重視性 或是專業性 其實認可性 已經比較 已經好發展了 西醫之外 其實講治療法 或是說脊椰 當然那裏也會有中醫等等 甚至乎註冊營養師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和工作 所以其實他們去做這些 一些可能說 醫療保障的計劃 設計過程之中 其實涵蓋面當然會完整很多 它只不過再加進去 納入這樣 這個跟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是 都是一個發展中 和它在磨合一些事情的階段 但是去到現在的階段 我們都未看到政府 好像說 在這個角度引發的討論 究竟整個醫療所謂健康的概念 究竟是用西醫作為治療的主導 還是應該在把關 在預防的角度 下多些資源 或者做多些功夫 譬如好像澳洲 我去適離開會 我見到甚至乎 跟他們那些按摩的廣告 他都說可以申報保險 醫療保險 當然他一定要註冊 或者場所要有認可的人士去做 其實香港在這方面 就真的很落後 又或者換一角度說 是很西醫白權的 營養師在 譬如現在醫管局的角色 又是怎樣 當然在醫管局裏面 都會負責一些教育推廣 因為去到醫管局裏面 或者衛生署裏面 當然我們香港來說 主要有兩批不同的營養學者 第一批就是所謂的註冊營養師 第二批就是我營養學家 英文是營養學家 另外註冊營養師就是 寓養學家 其實兩者的區別就是 當然如果大學裡的學習是 經過營養和營養學的培訓 有學習是 有學習或是學習 甚至是學習 甚至是學習 我們都可以叫做營養師 主力的工作就是 一些學術研究 教學 以及做一些研究等等 當然 這個學習是 在完成了營養學的課程之外 他會繼續選擇可能再進修 再讀相關的一些臨床培訓 這涉及到處理一些病人 病患者 提供飲食治療方案等等 當然如果你在醫院裡工作 當然你必須要有這個培訓 這一定是 當然如果你未必是需要 或者考慮例如我 當然我在完成了營養學的課程之後 其實我選擇在社區裡工作 去做一些未必是和臨床上有掛勾的工作 這也是另外一個個人的選擇 也需要在社區裡工作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獲得相關的一些工作經驗 始終因為營養學是很廣的 你小朋友、大人、長者等等 其實他的營養的需要是有不同的 社區來說未必是全部只有病人 很多都是一些健壯的病人 但他需要去教育 令到他不要跌入到病人那邊 始終你要明白到大家都知道 病人是處理的方案和方式 跟我們說正常人不同 其實我們這一部分 其實在社會層面上 真的很需要去把關 譬如說有很多人 他剛才也說糖尿高血壓 高血壓這樣有些人 他本身是量度了才知道 還有有些人是十年、二十年 都不量血壓的 量血壓是可能有些免費防送給你 然後你就量血壓 哎呀高了?不知道的 甚麼我這麼瘦?但也這麼高 這些其實是否要教育去做一些疾病的預防 避免跌入醫療體系裡面 構成一個整個醫療體制的負擔呢? 我覺得這件事 政府應該要推到很前的根本去做 其實現在香港活躍的營養學家和營養師 就有兩批 可否說一批就叫做海外營養師 在海外的大學可能有學位 也可能有些臨床的培訓 回來香港就可以註冊營養師 做了註冊營養師 醫管局就會聘請他們作為職員 在醫院系統裡面 做一些服務 例如設計餐單 醫院的餐單 甚至一些諮詢工作 另一批就是本地培訓 本地培訓 本地的大學只有中大、港大 兩間大學就有營養學系 本地每年都培訓一些 學位和碩士學位的營養師 這些本地營養師 就是走入社區了 剛才說 因為醫管局 是否對本地畢業營養師 採取了甚麼態度 當然如果在醫管局裡面 你的職位可能涉及到 例如提供飲食自由 給病人營養餐單等等 當然你要經過臨床的實習 等如醫生讀完五年出來 如果你不能做培訓 其實真的很難 很難拿到臨床經驗 當然這是必須的 這就是主要的分別 當然了 如果你醫管局裡面 有這樣的帖文 其實應該是很正常的 當然在我們社區層面上 我想我們和註冊營養師的最大分別 就是我們做的工作層面更廣 譬如我們畢業的同學 當然你可以說出 例如有些食品商 食品公司 亦都說保健產品 有些教育機構 或學術機構等等 很多都會有我們的同學 畢業生在裡面工作 甚至乎你說 之前說的食物標籤法 其實它背後需要很多人 去幫忙做這樣的工作 究竟甚麼人去做 就是我們這一類的營養學家 去幫忙建立整個資料櫃 標籤法的實施 這件事其實是需要 很有這方面知識的朋友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地位 亦都可以這樣說 不容忽視的 我們也看得到 但當然很可惜 因為我們本地畢業的營養師 或營養學家 都不太受重視 亦都會覺得 它好像 不是叫註冊營養師 好像是非法的 有些人會覺得 你非法的 現在你做了那麼久 其實要搞清楚 就是說 我們本身 其實工作有很多 我們可以選擇 不是一個臨床的工作環境 或者我們不去這方面去做 這件事 當然我們剛才說的社區 其實很多工作需要我們 其實是否需要 所謂經過臨床的過程 才可以做得到勝任 這個絕對不是 當然 亦都看回在外國層面上 譬如英國或美國 其實營養學家 他在社區或社會工作地位 其實甚至乎高於 因為高於註冊營養師 因為他們主要集中在醫院 做一些臨床上的治療工作 不過香港很有趣 因為香港其實在十幾二十年之前 亦都這樣說 九五年前香港 都還沒有本地的營養學系 去到九五年打核的時間 才發現香港其實本地 都開始有這樣的需要 然後慢慢就會有一班的營養學家 本地畢業的營養師 就會出來社區工作 在那個層面上 社會需求不大 註冊營養師都會從外國回來 就會在醫院工作 但時二世翼 社區的要求很大 對於我們的需求很大 譬如剛才所說的地方 全部都有 亦都因為市民本身飲食的問題 很多未去到入醫院住 但又有些病痛會發生很多 而引申到我們也可能有好機會 要接觸這些個案 去教他們怎樣去飲食等等 因而出現 為何這兩班人做的事 好像這麼混亂 因為外國其實已經很清晰地界定了 外國也有一個註冊營養學家 和註冊營養師的分別 學會等等 香港暫時未有這類的註冊制度 其實我都覺得如果是一個註冊制度 其實對消費者和對我們的保障都需要 亦都讓消費者揀選自己 心目中覺得是幫到自己的一些專家 所以在某程度上 亦都保護我們本身行內 因爲的確在市場上 亦都有一些讀營養學的證書 但亦都未必真的有一個比較專業的知識去幫市民 即是像阿周恩所說 本地兩大學畢業的營養學家 其實都是這十多年的事 但這班營養學家 接受了政府的資助 完成了學位 反而就這樣放在社區 這班人每年不每月 每年有一批新的人走進來 但究竟這些營養學家 怎麽可以扮演更加好的角色 在七百多萬的城市裏面 可以發揮盡用的資源 似乎政府沒有一個策略 甚至乎在政府現有的醫療系統裏面 甚至乎沒有一個角色 因爲在醫管局和衛生署的體系下 就是海外的營養師會聘請 本地的反而沒有一個角色 但其實在上一段講到現在 我們要為市民健康把關 營養師在很多國家都是一個吃重的角色 在香港是一個零的 這方面我們是否應該可以改善呢 待會我們回來再繼續探討 我們小政府今天何敏義和John 同一探討大家 由自願醫保計劃去到營養師 在香港的角色和政府對市民健康的關心 究竟是真心或假意 還是被西醫的系統壟斷了 剛才John特別提到 我們在香港的營養師註冊制度 似乎都很落後 包括將海外和本地培訓的營養師 分成兩班 而政府的部門和醫管局 承認海外的營養師 作為一個臨床的工作 而本地培訓出來的 就走進社區各個層面 但政府沒有一個統合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 大部份的疾病 都能夠透過飲食 生活習慣的改變 來預防 來延遲一些疾病的出現 或舒緩一些疾病的嚴重性 但今天政府叫我們工錢 當然在營養師保險的時候 一定是爆發的時候 工錢做了一個自願醫保 其他人就不管了 你是不是生活習慣好 懂不懂得飲食 政府就不管了 總之你爆煲的時候 就有得營養錢 這個爆煲營養錢的概念 其實跟市民健康改善 真是背道而馳 營養師在香港的醫療體 也沒有任何角色 John有沒有甚麼建議 覺得這個現狀如何改善 其實如果說回來 你在想究竟這條保障 最大的利益者是哪位 我真的不敢說 會否是保險 還是哪位 或者只是政府 還是市民 舉個例子 我想市民都知道 大概年多之前 食物標籤法正式實施 問問大家 有多少人懂得看標籤 不懂 你懂 當然我講了很多次 都已經講了很多不同的講座 或者其實我們都有份參與當中 他們的構思7加1 你會說是否失敗 是挺失敗的 坦白說 失敗在哪裏 其實在標籤法實施之前的一年 已經是一個寬鬆 給食品商慢慢改 有時有些貨未改 市民都不知道是甚麼 當然人很有趣 未到所謂的法律實施 當然是鬆鬆鬆 但這個時間 其實我個人覺得 已經是政府可以做少許功夫 這個時間應該開始滲一些知識 滲一些準確 和簡單的一些概念給市民 比較遲了少許 去到法律實施之後才開始 配合不到市場 食物生產商已經很準備好 所有都合乎法律 但很可惜去到今時一年之後 你見到有時的廣告 都是叫你反轉看一看 那我自己覺得 就已經害到太膚淺了 那是否要再深入些 告訴大家 究竟怎樣去看 因為標籤為何要講 為何要引申到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能看 有些內容 譬如你有糖尿 你知道糖分有多少 不要被人壓 你有高血壓 你不要吃得太鹹 本身你是減肥 你吃的脂肪量不可以太多 等等 其實如果你看預先包裝 假設香港人都有一個去購物的習慣 其實很多問題是可以避免 單單說這一部分 其實已經做得不好 其實怎樣去做 會不會多些資源調進去 譬如像這些標籤法 可能定期要下區做很多 要不斷進去 鑿入市民的腦袋 可能幾秒鐘的廣告 但要中的 譬如說 其實你每天要吃多少 吃多少就已經過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分開這樣去做 其實市民接不收不到訊息 亦都很敏亂 只知道一大數事 其實這裏也引申了一個後便 不要只覺得標籤還標籤食物 但為何會引申到對健康 其實之所以為何要做這個標籤法 就是由於見到市民 可能反釋之方 常常會等護神國高 最主要的主角都是這部分 要不然為何會扔那麼多錢出去 但做不到效果 即是John的經驗 拿標籤來做分享 真是很好 即是我們經常笑一些區議員 就是成功爭取 常常說 黃禄燈快了五秒 都出了Banner 成功爭取 這種成功爭取文化 在香港的政治圈很突顯 不止區議員 去到局長都是這樣的 去到可能主事政策的局長 政治家 他都希望做一些政策出來好聽 做了事 那就完結了 究竟那個政策實施執行 是否真的達到原初的目標 甚至乎是否真的能夠 做到希望改善市民健康 這些原則可能他都不會記得 或者不會用心去做 即是剛才John提的 營業標籤的例子就是 即是原本的設計 搞了一大輪 要所有的生產商都搞這麼多 是希望市民懂得辨認 但政府就是 不是我立法定了7加1 便是員工了 即是究竟怎樣可以令市民 真是明白那些7加1是甚麼 甚至乎現時我們提過 本地兩大學 兩間大學中大廣大 每年有這麼多營養學家 訓練了出來 是否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 去幫助市民 在社區裏面做多些事 似乎又看不到政府 他前期工作做得很多 亦都是要幫很多生產商 其實是處理好標籤那裏 其實我們很多同學 其實在講師大妹 那期是請很多的 就是進了食物廠 因為要幫忙做 有不可以 不得過犯法 被人告 某程度上後面那部分 都有做的 只不過就是 你拿不到一個月的效果 其實扔了很多廣告 廣告錢進去 其實是觸碰不到消費者 應用層面是用不著 會否最終成為食物生產商的賺錢工具 這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低糖 我可以做到全部低糖 低糖喝多些 喝多少才叫做救 或者叫做超標 你問過消費者 我現在這樣說 十九九個應該都不止 所以這是一個 其實最終成效有多大 現在都未知指數 當然希望慢慢慢慢 其實可以多些社區的推廣 或者我們的角色 其實是在這個時間 可以希望慢慢建立 浮驗出來 因為事實上在這一刻 其實預防醫學 或者預防疾病的發生 其實在某程度上 在學家為營養師 其實那個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都不期望等到有病 才來治療 有病才來治療 很多疾病的確是可以預防 未必是去到更嚴重 真的要去虐脈去治理 究竟政府有沒有一個策略的層次 即不是零散的一些政策 即是醫保、標籤法 而是在一個高層次的策略上 應用到譬如營養學 舉其中一部份的例子 今天阿莊是營養學家 我們用這個作為討論 就是營養學有沒有引用到 整個改善市民健康的 一個策略層次的工作 我想整個社會 亦都沒有特別去 將我們的地位 或者角色在整個社會上 去擺對的位置 將我們擺在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兩難的位置 好像不湯不水 你又不是在醫院做過實習 才出來的 事實上未必需要做這樣的工作 但又被別人覺得 你做了甚麼 又好像沒有一個銜頭 怪怪的 所以其實這個社會的貢獻 和那個位置 和實際上我們做的事 好像被人抹殺了 那樣的情況 現在就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當然是需要教育 和需要讓市民知道 我們的工作其實是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不是說沒有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今集經常探討 治愿醫保的概念 是反映了西醫霸權的問題 現在整個西醫霸權 要有一個橫向和中向的延伸 即是橫向延伸 就是醫管局自己也認識過問題 食衛局也知道 就是本地的西醫不足 西醫系統的護士也不足 那些醫生就叫價越來越高 亦都可能跑去私家醫院 那這個人手不足 現在開始醫管局就說 延伸去到海外的西醫 就可以來到香港執業 簡便一些 其實97年前 所有英聯邦國家的醫生 都很輕易可以來執業 所以你看到有時候 老一些的醫生 牌子可能是南非大學 或者是英國大學 97之後就取消了英聯邦的聯系 只是本地中大廣大 即是跟營養學家的現象 剛剛相反 西醫只是本地馬上執業 海外大學 牛津也好 普林斯頓也好 你也是要重新去做考試 再做實習 對一些專科醫生 或者一些已經有經驗的醫生 機會成本很高 對香港執業 今時今日 西醫醫管局面對的問題 就是開放 嘗試可以海外招聘醫生 但是面對巨大的阻力 明白 現在有的西醫工會 就已經出來 蔡堅和城市論壇 我也跟他吵過 他們已經反對 今天香港電台有一個節目 也在討論過這個話題 這個阻力 醫生只用西醫系統 也有巨大阻力 不要說我們要有一個中向的延伸 即是說 除了西醫以外 我們可不可以把市民的健康 都擺在一個闊一點的層次 譬如營養師 是否可以做多些預防教育的工作 怎樣統籌整合 譬如中醫 中醫裏面很多叫食療 有很多的預防性 譬如湯水 以至可能中國傳統有很多的療法 是否都可以引伸進去成為整個 我們叫做改善市民健康的一把傘 現在周一駱走出來 叫你駕駛那把傘 就是西醫的 而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到你健康的一把傘 市民即是立稅人用了五百億 去投放在這個政府打算成立的自然醫保裏面 這五百億其實是否可以真的更加有效運用 怎樣令到各個都能夠幫市民健康把關的 設定範疇都發揮到力量 這裏真的要探討 對 因為時代真的不同了 大家要記住 即是分享十年八年之前 我們都不是說很多人重視這件事 即是重視我們營養 覺得生出來就吃東西 吃東西要學的嗎 學就浪費錢 這麼貴 每一次又不知多少百元 但也說到現在這個時代 或者說到之後的五年至十年 可以這樣說 其實營養或者中醫或者自然療法等等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原理 或者他們有一些根據去幫市民健康把關 我想市民的心態或者認知性要強些 因為世界上原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即是就算這個病也好 其實有很多是真的有效 而對你身體來說是負重很低的 這些其實要市民去探討去知道 也會被教育 也需要打開自己的知識上面 多看一些東西 當然現在網站上的知識很流通 也需要大家有很強的分析力 才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討論 就不是認為西醫是一個無效的系統 當然 西醫的有效性和專業 我們是無庸置疑的 在處理一些病患疾病上的 即時性和有效性也是很高的 但是當我們說用公共的資源 一個幾十年的政策 是否應該除了西醫以外 再托闊多些層次 在預防上面 找多些人去一起把關 是好過叫大家 公元幾十年錢 就等到西醫開刀 即是這個思維 其實是否要繼續擴展去討論 似乎現在大家繼續就醫保討論的時候 這個方向我希望可以引發多些 市民的關心和討論 今天就很感謝John白亡中秋空 來和我們分享了營養師的一些 香港的經歷和演講 希望有機會再和John經濟